刚刚第一个就是把它整合进来 所以这边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这个这个日期不对 有没有那个2月30的部分 所以是不是应该有个机制 应该让这个这笔记录在 做的动作之同时 也可以把它删掉 不过这个地方可能要用那个 比如说VBA里面的Is Day Is Day的函数吧 去判断说这里面是不是一个日期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把它删除 OK那也许可以 我想到的也许是VBA里面有一个叫Is Day的函数 Is Day的函数 然后判断每一笔记录 如果它里面的资料 假设它这个不是Is Day的话 不是一个日期的话 那就把这一列给删除 OK那也许这个可以另外再写一下 我们现在是先把那个 这个部分先锁动删掉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试试看 好第1个那第2个就是说我可能做几件事情说把这里面的资料 整合到那个资料库 那我整合进去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会把这里面总共大概90笔 底下还有个目前进度89笔 然后会有个汇整成功 OK并且把旧资料给删掉 这个时候所有的资料都到资料库里面去了 那我要做什么呢 把它从资料库查回来 那查回来的话 我在云端上有放那个 就是一个程式 这一段程式 就是利用那个ADO汇入所有的资料 库里面 其实程式 基本上跟那个 那个其他的这个这个delete 好像没什么太大差 差一点的话 可能最大的差异是在 这个地方 isq 后面呢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slash所有的栏位 from第一季 然后呢 因为查回来之后 它会暂存在这里 myrs 这个myrs 实际上就是有点 是我查回来之后 我放在记忆体的 一个虚拟的一个表格里面 所以myrs里面的话 它会 存所有的东西 那我如果要把这些东西 call到我的 储存格里面 你就指定一个 就是右上角那个储存格 比如在A2好了 然后就利用 copy from record set 把这个rs给call过来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也许这个地方 我用那个主行 因为没几行 第1个先确定是在第1季 游标放A2 然后呢 一样去连线 连线完之后 slash所有东西回来 特别之后 这个isq之后 它会有个回传的东西 那谁去接 就是这个东西去接 OK 那这个物一定要是一个 Record set 它基本上是一个Record set 然后呢 丢进来它接 接到之后要call回来 记得用copy from record set 其实还蛮 蛮方便的 基本上 Excel的 ADO在处理这部分 其实说真的还蛮简单的 有没有它有一个copy from record set 也就是说 My eyes就是一个Record set 所谓的Record set 就是在 记忆体里面的虚拟表格 OK 把它call过来 好有没有 整个全部都call回来了 但是有一点可能不如 有没有 这个地方你想说老师那可是我之前的是民国年的格式啊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call回来它不是民国 因为反正你call过去它格式不算 它就是记录你日期就对了 最原始的 因为我们是选那个简易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自己再加上去的话 其实你就是可以在下面再加一行 那加的方法你想说 老师那我要在A就是A2以下 全部都帮我套用那个格式 那怎么做 其实我刚刚讲过了 Sales里面可以用Lumber Formate Local的 其实Range可不可以 Range当然也可以啊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补一下 补什么呢 补一行就是说呢 Range A2到最下面 那我可以借这个啦 A2 到最下面 A1的我不知道哪一列 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 用那个Range 向下追踪 也许从A1去追踪吧 然后点And 刮斧 向下 刮斧点Row 就是自动去抓到哪一个那个列 然后Range 这边可能空白可能要拿掉 OK 自动去抓到那个 哪一列 OK 然后点什么呢 这边会出现 N开头 Number Formate Local 等于 空置串 给他 里面 当我们刚刚写过这里面的东西 所以呢 我就是要上面去找一下 在这里 所以我基本上 这边 来这边少一个什么 串接符号 我这边好像 And 少一个串接符号 And这个 然后把这个 格式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来 这样子 OK 基本上就完工了 所以刚刚是一个一个加 我们现在是整个全部加 Lumber Formate Local 所以把这个倒车一下 让我执行这一行 F8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全部就格式化好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未来 如果你要格式化 不是说只有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慢慢格式化 你也可以怎么样 一次全部就完工了 所以 Sales 只是指的是某一个储存格 Range 指的就是某个范围 存取的方法 反正就是这样 OK 一样会有一个Lumber Formate Local OK 我们就把它加上去了 最后呢 我希望把什么呢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全部删光的话 我怎么做 其实可以 一样 其实把那个 刚刚 汇入的部分 我是把这个 Ctrl C Ctrl V 只是说 最后呢 第四这个地方 这个把它删掉 然后呢 本来是Sales Delete 所有的 把它改成什么 Delete 后面不需要栏位 Delete from就可以了 Delete from第一季 意思就是说呢 把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全部删光光 所以我们把这边执行过 你会发现把Delete掉 OK 它会大概跑一下下 全部删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这个把它重新整理 把它关掉 重看一下 关闭 打开第一季 里面没有了 OK 所以基本上 在那个 VBA里面 几乎是完全可以控制 资料库 包含就是 汇入 然后包含就是 汇出 汇入 删除 基本上 大概这些 功能 我想就已经很足够 满足大部分的需求 有没有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试一下 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 汇入所有的资料 这个地方 当然 你还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还可以下一些 查询条件 像查回来的东西 这边还可以在 我这边还有一个 利用ADO 可以查入 就有个输入条件 那所谓输入条件 就是说 你后面这个地方 还可以加一个 Input Box 比如说你今天要针对 项目里面 因为我们项目里面 这个栏位里面 它有分成这么多 包含笔 包含墨水 包含纸商 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只是希望 针对某一些 资料去做查询 帮我查回来就好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再做修改 就是 加一个什么呢 会有的叙述 筛选条件 哪个栏位 那如果是文字的话 记得用like 如果是数字的话 用等于 OK 然后呢 它里面的话 like后面 这个地方来自于 Input Box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段 你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这一段程式 可以再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这个 的下方 然后呢 当我要查询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现在里面是空的 所以再把它丢过去 丢回去 OK 又丢回去了 刚刚已经删掉了 所以再丢回去 转档成功 然后呢 把它删掉 那我可以再增加一个条件的话 就是这边 多一个like 所以我执行 假如我要查的是笔的话 那我可以输入一个笔 这个时候呢 它会串接什么 会有项目 有没有 项目里面 是 笔的 才查回来 所以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查回来资料里面的话 就只有笔而已 其他的会不会过来 不会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也可以 丢到资料库里面 你要查询 也非常简单 就是只要 多一个什么 会有后面这边的一个 查询条件 并且在上面 加一个input box 就完工了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主要就是 把那个 主要的几个功能 分别就是 再加上去 分别就是 整合 就是 汇出 汇入 删除 也许多一个条件吧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好